一只羊只吃掉四分之一 房间里的每个人 都速说出了至少一个失窃的电动车的故事 或者自己 或者身边某某 若是平均到每年 这个数字也没什么奇怪的 自行车时代丢自行车的人更多 不过 总数仍然很多就是了 咱们楼下的视频监控 有录到失窃过程的吗 江远吃着羊 略为重视了一点 有录到的报案了 也找不到人 对了 你能不能找人做个人脸识别 在楼下开洗车店的江永心 毕竟是年轻人 一下子就想到了新科技 江远一脸目然 我不知道 我在局里没见过人脸识别 江永心有点失望 道 咱们县里的条件还是太差了 市里也没人脸识别啊 国内火车站飞机场 动不动几十万的人流量 人脸识别到什么时间去 江远无奈 那国外都有的 咱们国内不学着造一下 江永心不信 咱们国内搞也是搞不太识别 这个我们也没有 甭想了就算有 也不可能用来给你找电动车 江远在辣酱里蘸了蘸羊肉 有点腻了 对警察来说 侦破电动车案 比侦破一般盗窃案还要麻烦一点 因为电动车相当于能自己行走 且拖着犯罪嫌疑人行走的脏物 它的处置也比一般的脏物简单 实施犯罪和离开犯罪现场也普遍较快 操作足够谨慎的话 基本很难抓到人 就算是抓到了人 要固定证据并成功起诉犯罪嫌疑人 也很难 事实上 大部分的普通盗窃案 在报警以后 都是没下文的 用一个简单的描述 即可证明此点 派出所民警自己的手机丢了 都是重新买一个来用 更进一步的说 普通人面对盗窃案的态度 也与警察是不同的 普通人希望的是挽回损失 最好能惩罚窃贼 因此 普通人的首要目标是找回失误 次要目标是找到犯人 但警方破案 首先要做的是固定证据 其次是找到犯罪嫌疑人 第三是成功起诉 第四才是找回失误 若是一起命案或重案 那达成首要任务 也就是固定证据 也勉强算是工作合格 抓不到人 再想办法追逃就是了 有些嫌疑人犯案之后就跑路 无法逮捕也是没办法的事 但换成一起盗窃案 仅仅固定了证据 显然是不合格的 不仅受害人不满意 警方自己都不满意 相当于用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做了无用功 在盗窃案中 警方必须一次性达成前三个目标 也就是固定证据并抓到人并办案起诉 才勉强算是完成了该项工作 可即使如此 依旧达不到报案者的最低期望值 也就是找回失误 可就算是找到失误 同时完成了四项任务 对警方来说 这次行动的收获依然是极小的 仅仅只是破获了一起案值数千元的案件 抓获了一名或促明清罪犯 挽回了数千元的损失 所以 在警力向来匮乏的小县城 盗窃案之类的 从来都是低关注度的案件 只有一段时间的报警量暴增 发现了团伙作案或系列案件 才可能略为积极一些 前提是最近没有新发的命案和其他重案 而对直接参与案件的民警们来说 盗窃案不仅没营养 还很烦 因为这种案子不仅仅是他们不重视 局内其他同事也看不起 所以 做指纹要排队 请线看要求人 看视频纯靠自己 哪哪都是最低优先级的配置 就这 还不能叫换 叫换就是不懂事 做指纹的大拿正在做命案 做抢劫机案 做系列纵火案呢 你拿一个现发的电动车盗窃案来要求比对 难道还想插队不成 好在江远自己就会做指纹 还懂得现刊 对电动车这种盗窃案来说 有这两种技能 也算是够用了 又聪明又谨慎 执行力又强的人会去参加高考 会杀人 会偷心 不会来偷电动车 回头我找人帮帮忙 看能不能找到一两辆的几辆电动车 江远说的挺谨慎 不过帮村里人做点事 他也觉得挺好的 亲戚之间总得有些人情往来 人情世故的 而他一个做法医的小辈 也不能每次帮亲戚做事 都想着坐在刀刃上 房内租人的情绪都高涨起来 花婶更是赞道 做了公务员就是不一样啊 能帮得上忙了 不像我家俊业 让工作不工作 让考工不考工 让娶老婆娶不到 江远瞅着情绪越来越高涨的花婶 不得不提醒他 道 婶子 你前年丢的电动车 今年找 肯定是找不到了 没事 我又不缺钱 花婶摆摆手 很无所谓的样子 接着又到 也不一定找不到了 当贼的不能做一辈子 也不能就做一年吧 除非他家里也拆迁了 否则口停手停的怎么行 江远觉得花婶说的不对 又觉得他错的不多 江永兴三两下将手里的乐条吃完 摸摸嘴 更积极的问 江远 你喊人来 我去找物业 让他们调录像 他丢的两辆电动车 都是今年丢的 还有找回来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 他不仅开的有洗车店 开的还有汽车和电动车的配件店 不管是对盗窃案 还是周边的治安 都有不爽之处 江远看看窗外的天色 道 太晚了 不能想啥时候喊人 就啥时候喊人 五 我先打个电话 江远脑袋里想的是魏正国 电话也是打给了魏正国 魏正国所在的六中队 常年做偷盗相关的青财类的案件 算是镇馆的刑侦中对了 刚刚才离开几个小时的魏正国 还以为纵火案有什么魏靖事宜 飞快地接起电话 笑呵呵地问道 江法医 您说 江远的脸上带起一丝微笑 魏队 你之前说 有啥要帮忙的 一定找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